今天是陆池26岁生日 我早早订好了蛋糕 买了红酒 等他回来庆祝 这个傻子肯定又忙忘了自己的生日 亏得我早上还提醒他今天早点回来 已经快八点了 我打个电话过去 正在盲线中无人接听 我只好把放凉了的菜放微博炉里保温 哎 电话响了 喂 我以为是陆池夺回的电话 没想到是杨甜甜 我关系不远也不进的一个大学同学 许思维 我跟陆池还在一起吗 在呀 怎么了 那边支支吾吾的 人家会锁 你来一下吧 心里咯噔一下 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 一路上想了很多 怕他出事 催促着这司机师父快点 万万没有想到看到的会是这副场景 斜着倚靠在台球桌上的男人就是陆池 他一如既往的慵懒帅气 紧贴着 他的那个身材娇好的女人我也认识 是我大学室友 也是陆池现在的秘书 眼睛干涩地的挤不出一点失忆 包间内谈笑声不断 我蹲在走道里 哆嗦着拨通他的电话 你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 冰冷的机械声一遍一遍的 让我的颤抖的心彻底沉下去 抬眼望过去 陆池手法娴熟地转动着手机 眼里没有任何温度 孙宇同见状 瞥了一眼不断震战的手机 娇笑着俯在他耳边说什么 陆池嘴角扯出一个细微的弧度 是我不曾见过的凉薄笑意 耳边的调笑声堵得我呼吸困难 仓皇地从会所跑出来 坐在外面冰凉的花坛上 脑子里一遍一遍 浮现陆池刚才那个嘲弄的表情 我不死心地继续拨打陆池的电话 那么好的陆池 他不可能会背叛我的 直到手机屏幕一点一点被泪水浸湿 我才恍惚 好像他真的没有那么爱我了 只是我自己一直不愿意承认 我跟陆池认识九年 在一起五年 从高中到大学再到工作 所有人都在等着我们这对神仙圈里 修成正果 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刚拜访完双方父母 虎妈没见过什么大十年 最欣慰的就是我能找到 这么个靠谱的男朋友 给我照顾的无微不至 陆池真的对我好极了 这么多年来给足了我安全感 他的手机屏保 就是专门为我设置的八个大字 有女朋友 不加微信 他对外人的冷漠我是看在眼里的 但在我面前还是那个温柔 幼稚会撒娇的大男孩 我曾经以为我永远是那个最特别的 不知不觉已经临近十二点了 我借手机的最后一点电量 给陆池发了句生日快乐 然后去了最近的一家酒吧 这种声色场合最不缺的 就是像我这种情场失忆的男女 这耳欲聋的音乐和发酵的酒精 或许会让我来不及思考这段 破灭的感情 进去之后 我先对着洗手间的镜子 整理了一下自己枯花的妆容 真可笑 今天为了给露池庆生 我还专门打扮了一番 晕开的眼妆 让我看起来像个漂亮小丑 洗手间里有个姑娘频频看向我 犹豫着递出了自己的化妆包 谢谢 我不好意思让她看到我红肿的眼睛 只记得是个长相幼稚的小姑娘 跟这里的气质不符 手机没电 我也没有带现金 但这里有的是人想灌醉我 我就一杯一杯的喝 头一次觉得自己的酒量怎么这么好 越喝脑子越清醒 越喝心里越难受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隐约记得身边有人发生了一些争吵 我昏昏沉沉的被带走 第二天醒来是在杨田田家的床上 昨晚的记忆潮水般的涌来 我第一时间打开手机 没有未接来电 只有露池发来的一条短信 对不起宝宝 今晚应酬喝多了 不用等我 心脏被大手攥住了一样 却只能费力扯一扯嘴角 那个 我怎么会在你这 醒来会在杨田田这里我是非常意外的 昨晚脑子不清醒至于 已经做好了尸身的准备 现在想想去有点后怕 昨晚有个男的给我打电话 问我认不认识你 然后也是他给你送过来的 哪个男的 昨天我手机不是关机了吗 应该是给你手机充了隔电 然后我不是跟你有通话记录吗 就打给我了 随后杨田田又一脸花痴的补充了句 送你回来的还是个帅哥呢 说完他小心翼翼地观察我的表情 你的鹿池怎么样了 分了 我回答得毫无犹豫 没想到杨田田没有丝毫惊讶 反而一脸气氛早该分了 我看到那个孙宇童都快在她腿上了 两人不像是没有发生关系的样子 正好 婊子配渣男 天造地设的一对 这次我是真的笑了 杨田田自大学起 就跟孙宇童不对付 咬牙切齿的样子实在是可爱 大半夜把你吵醒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我那会还在看小说呢 你不能跟我客气 话说回来 昨晚送你回来那个男人是真的帅 让我看 也就甩路渣男几条街吧 是你认识的人吗 杨田田挑眉看我 一脸八卦 但我对送我回来的人实在没有印象 总归是个正直善良的好人 有机会认识的话的好好谢谢她 站在公寓门口的时候我有些犹豫 我不敢面对陆池 尽管背叛这段感情的是她 五年的情谊 一招被捅破 我怕我忍不住歇斯底里的质问她 忍不住像个泼妇一样 把分手搞得太难看 我有我的骄傲 我想结束的体面一点 回来了 陆池像往常一样穿着家居服在沙发上 身上还带着洗完澡的清甜桃木香 这款沐浴露是我们上个月一起去买的 她说香味太甜了 但我很喜欢 我沉默着去浴室洗了个澡 出来时她已经做好了澡饭 一杯牛奶 两个荷包蛋 煎成了爱心的形状 餐桌上的气氛莫名有点诡异 我一言不发 她一开口就会破防 陆池放下餐盘 熟练的从身后抱住我 怎么 生气了 昨天跟着老板应酬不小心喝多了 生日哪天过都一样 不差这一回 我尽力压下心中的波澜 语气平静地问道 你几点回来的 被同事拖着在酒店里 将救了一晚上 一醒来马上就毁了 陆池毛龙的脑袋搭在我肩膀上 说话声音嗡声嗡气的 这是她惯用的撒娇伎俩 心里一阵恶心 用力推开了搭在我腰间的双臂 乖 别闹 身后男人声音明显沉了下去 这是要生气的表现 因为我总觉得陆池为我付出了太多 平时小吵架也愿意让着她哄着她 没想到却换来这么个结果 吃完早饭 我开始利索地收拾行李 现在唯一庆幸的是 我在游家买下的小房子还没卖掉 不然只怕是连爱身之处都没有 陆池冷眼看着我收拾 刚刚那般柔和的气质已然退去 许思薇 你从这里出去了 就不要后悔 他好像料定了 我就是在跟他耍脾气 不出三天一定会求着他复合 也不知道这男人哪来的自信 看我没有反应 他明显透出烦躁 我父母跟你爸妈都商量好了 但我们六月份订婚 你现在又是在闹什么 文言我手上动作顿了一下 眼睛有些酸涩 愈发加快了收拾的动作 这间屋子有些让我闯破气来 双手被制住 你疯了 陆池 分手吧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发红的眼睛直勾勾盯着陆池 热烈地想看到他脸上的震惊 悔恨 哪怕是一点点痛苦 但是都没有 我只从他眼里看出了赤裸裸的不耐烦 还有耐心耗尽的疲惫 果然 他一愣 什么意思 你敢扪心自问 你对我的爱意一如当初吗 你敢摸着良心说 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我的事吗 陆池 你是不是觉得你为我付出的够多了 是我许思维不是抬决 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当初的甜蜜一遍一遍的在我脑子里过 面对我的逼问 陆池眼神有一瞬间的复杂 但那不是愧疚 更不是心疼 更多的是失望 我不想跟你吵架 许思维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忍不住扬起一个嘲讽的笑意 我以前是什么样的 没遇见他之前我大得咧咧的 独来独往 是陆池将我从独木桥上拽下来 他告诉我会有一个人 陪着我倘过命运这条孤独的河流 我就傻傻地以为这辈子就是他了 上天如此眷顾我 让许思维能够遇见陆池 但是我不知道人是会变的 当初对外界的花花草草不细一顾的陆池 会在他在26岁的时候 成为他当初最讨厌的那种人 我还是搬走了 但也默认了陆池说的三天的冷静气 五年的感情不是儿戏 我也不会耍小孩子脾气赌气分手 哪怕是结束 我也希望结束得明明白白的 我请了三天假 第一天 我躺在床上翻了一天手机 不死心地想要寻找陆池 还爱我的证据 年初的时候 我带着陆池回老家见我爸妈 回去那天他临时加了班 差点没赶上高铁 带回家的礼物都是我自己买的 我妈特别喜欢他 临走那天往我们后备箱塞了一堆土特产 他嫌弃腌制的酱牛肉味道怪 我就一直没拿出来吃 情人节那天 他多买了一大束粉色玫瑰送到单位 同事都羡慕我有个这么暖心的男朋友 那天我早早地下班了 等他晚上一起去看电影 结果等来的是他爽约的消息 但是我第一次因为这种小事跟他吵架 从前总是他想尽一切办法 给我吃饭看电影 还有一次我们大学同学聚会 回去的时候陆池来接我 大家笑着打去我们 笨声声能吃到我们的喜糖 我记得当时陆池的回答是 现在是事业上升期 还不急着结婚 手机屏幕逐渐被泪水模糊 原来一切不爱都是有迹可循的 是我一直不愿意相信罢了 翻到孙宇彤的朋友圈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精致潇洒 记得刚跟陆池在一起的时候 他比我还要兴奋 我们寝室的大美女终于脱单了 必须请客吃饭 那时候寝室关系还算和睦 说起来他还是靠着我 这层关系进的陆池集团 没想到不到两年 就爬到陆池的床上去了 第二天 我准备找孙宇彤出来聊一聊 但没想到他先跟我打电话 我们约在毕业之前 常去的一家咖啡厅 他穿着一身红色路索骨的四种长裙 踩着七里你的高跟鞋 两个胜利者的微笑 在我面前大方落座 许四威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气氛有一瞬间的凝滞 他突然笑了 放心 我不是以小三的身份 来这里耀武扬威的 当然 也不是来猫库耗子假慈悲 有些惊讶 没想到他这么直接 那天晚上 你在包间外的走廊里对吧 我又一着试探 哪天 陆总生日那天 你知道 他红唇扯出一个好看的弧度 不止我知道 陆总也知道 面上努力维持的体面瞬间崩裂 脑袋里什么东西炸开 嗡嗡作响 我不可置信的一字一句问道 你的意思是 陆池故意让我看到你与他亲密 故意不接我电话 故意逼我提分手 收到他肯定的答复后 我脑子有一瞬间的空白 内心像是被挖了个洞 凉嗖嗖的透着浓风 我宁愿陆池一时糊涂 被外界乱花迷了眼 也不愿他如此单纯的算计我 生活不是偶像剧 哪有那么的多无可奈何 是濒临拓产 还是身患绝症 要如此狠心的比我分手 无非就是不爱了 腻了 林总 孙宇童说他 根本没有跟陆池发生关系 陆池也看不上他 而陆池心里真正有个白月光 那才是他必须要分手的原因 一个被尘封已久的名字 在我喉咙里呼之欲出 哽得我说不出话来 当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那是高中时候 我不小心撞到后山争吵的一对情侣 男生红桌炎死命 拽着女生的衣角 手上的青筋暴起 被拽着的女生 一点一点包开男生的手 眼泪噼里啪啦的往下掉 被梦里男孩撕心裂肺的叫喊声惊醒 我擦了擦头上的冷汗 从枕头下摸出手机 给陆池发恶的消息 陈彦要回来了是吗 他没回 但我就是知道 是的 陈彦要从国外回来了 孙宇童说的话也都是真的 跟陆池在一起那么久 我只知道 陈彦是他名义上的姐姐 两人亲妹竹马一起长大 除了高中那次偶然撞见 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所谓的姐姐 甚至他身边的亲人朋友 也很少在我面前提起这个名字 他们不提 我也不会主动给自己找麻烦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这么多年 真心实意的陪伴 难道比不上一段虚无飘鸟的过往吗 但这两天发生的是 彻底打破了我的认知 我不明白 你竟然放不下 他又为什么要跟我在一起 我当面质问陆池这句话的时候 他给我的回答是 我曾经是想跟你好好在一起的 心里说不出的苦涩 我咬着牙凡讽道 真抱歉 哪位陆总忍受我这么久 最后一天 我过去收拾剩下的东西 陆池这次没有阻拦 想要帮忙的手抬起又放下 你真的想好了吗 我只是一言不发地收拾东西 关门 这次彻底结束了 不管你正在经历怎样的天东地裂 窗外依旧灯红酒绿车水马龙 三天休假结束 生活仍在积蓄 公司新来了一批实习生 各个青春活力 干劲十足 其中有几个00后的小孩 尤其活泼 跟他们待在一起 甚至根本没有时间伤感 以至于身边的同事 没有一个人看出我状态不对 但我总是有意拖延下半时间 不想去面对一个人的小屋 想那些乱七八糟的纠葛 思维姐 你还没走啊 一个实习生小姑娘叫住我 她叫梁潇潇 00年的 把外脸 性格很是跳脱 因此我印象很深 我对着面前的姑娘笑笑 我还有点是 没忙完 你怎么还没走 我在等我哥来接我 说完这句话 她忽然有些欲言又止 丝毫不见外地 在我身边坐下 思维姐 你有没有觉得 我有点眼熟 我被问得有点莫名其妙 眼熟 好像是有点 回家路上 我还在想这个问题 那张娃娃脸 好像是在哪见过 但一时想不起来 手机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喂 妈妈 喂喂啊 下班了没 好几天没给我和你爸打视频了 很忙吧 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这熟悉的关心 鼻子会忽然一酸 眼眶也开始发热 妈 我还在路上 回去就给你们打 回去先洗了个澡 整理好情绪 才给我妈回过去一个视频通话 我还在思考 怎么跟爸妈开口说 跟路持分手的事 却没想到 我妈第一眼就发现了不对劲 你跟路持吵架了 我张了张嘴 却怎么也说不出分手这件事 只好尽量让自己的表情 看起来轻松一点 喂喂 妈妈跟你说过 人与人相处有矛盾是正常的 你们要学着共同去解决问题 冷战是最低级的 处理矛盾的方式 有什么事好好说 我不得不打断他的话 妈 我们分手了 挂断电话 情绪突然崩溃 耳边回到了爸妈最后说的那句话 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选择 爸妈都支持你 分手之后路持联系过我几次 一次是问我阳台上种植的那几盆绿植 还要不要 可以给我送过来 一次是我新买的榨汁机到了 地址没改过来发到了他那 直到这次 他又打电话跟我说 声音透着明显的疲惫 我爸妈想见你 你去跟他们解释一下吧 我觉得好笑 路持 咱们已经分手了 你三天两头的打电话过来 是什么意思 我有什么义务 跟你父母去解释 没等他回答 我果断挂断电话 拉黑联系人 断了就是断了 哪有那么多 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情场失忆 职场得意 我顺利晋升成为人事部的经理 新来的的小孩 纷纷跟我道喜 两个奶茶 甜点给他们分了下去 几个嘴甜的 在边上女区拍马 夸我人美心善 天上地下觉无仅有 不知怎么的说到感情这块 大家一脸八卦的表情 却被梁潇潇打住 领导的是 是你们这些小屁孩能管的吗 PPT都做完了吗 在这凑热闹 我挑眉 对这个小姑娘印象越发的好 平时杂杂乎乎的 实则进退有度 对人际关系拿捏的也非常好 这天我如往常一样留下来加班 外面下了小雨 我以为人都走光了 没想到又碰见了梁潇潇 又在等你哥 小姑娘眼睛亮起来 衰竭 对呀 她又又又迟到了 不知想到什么 灵动的大眼睛咕噜一转 且 半天下雨 你也没拿伞吧 我让我哥给你烧回去 没关系 我坐地铁 也不远 地铁站立这里好一段路呢 但我哥给你送回去 不麻烦的 我无奈只能接受他的好意 闲聊了没几只一辆黑色商务车 停在了公司门口 梁潇潇兴奋地拽着 我进了副驾驶 哥 这是之前带我培训的领导 你等会给他烧回去吧 余光撇到女孩朝驾驶座的男人 俏皮的眨眨眼 我有些尴尬 僵硬地扯出一个微笑 伸出手大招呼 你好 我叫许思薇 你好 梁瑾瑜 握住手掌的指节微凉 修长云衬 骨节分明 我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麻烦你了 把我放在晨光家园小区附近就行 一路上梁潇潇喋喋不休地 说了公司里发生的事 倒也不算沉闷 只是闹着闹着这话题 越来越偏怎么回事 思薇姐升职了 给我们买一大堆吃的喝的 人超好 不过 像她这么努力的人 不升职也说不过去 几乎每天都在加班 爱我什么才能成为思薇姐这种人 美心善有事业心的女强人啊 这一堆彩虹梯吹的 我几乎要扣出三十一听 今天是谁说她情商 高知进退来着 哦 是我 普通苗栗眼驾驶座上的 专心开车的男人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感觉她嘴角微微上扬 眼里情定我戏谑的笑语 梁潇潇还在接着说 我觉得思薇姐这样的人 上学时候肯定是个超级大学吧 姐 你大学在哪读的 哎 大 我就说是吧 哎 那你跟我哥还是校友呢 哥 是不是啊 嗯 是 梁瑾鱼一本正经的 附和着小姑娘的吹捧 直到给她放在学校门口车内才 安静下来 我这才有机会认真打量身旁这个男人 一眼望过去绝对认不出来 她跟梁潇潇是兄妹 两人风格差太多了 从外表上看梁瑾鱼跟陆池是一位人 气质偏清冷 属于高冷静域那款 只不过梁瑾鱼那双狭长的桃花眼 会让她看起来更多情 再配上一副冰冷静域的表情 会让人很有征服欲 到了 思绪被拉回来 我有些不好意思的跟她道谢 果然还是这张脸比较诱惑 居然盯着走神了 我一边解安全带 一边反思自己的花痴行为 等等 梁瑾鱼叫住准备下车的我 递丢一把伞 拿着吧 这里离你的住处 还有断距离 刚才潇潇问的时候不是没伞吗 刚才没想起来 看她不像开玩笑的样子 我也就没有拒绝 到了声泄潮 自己家楼层走去 没想到在小区楼道里碰到了梁池 我以为过了这么久 我可以平静地面对这段失败的感情 可在见到她心脏 还是会一阵一阵地抽筒 梁池状态也并不是太好 一向注意形象的她 这次连袖口的扣子 开了一个都没有注意到 我尽力控制住内心的颤抖 装作平静地问道 你怎么在这 她不答反问 送你回来的是谁 这质问的语气 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回忆 梁池从前最爱吃醋 见不得男生在我身边晃 但她就是憋着鼓气不说 非得我自己发现哄她 但那是从前了 现在你以什么身份来质问我 说吧 找我什么事 男人紧了紧眉头 烦躁地揉了把头发 也把我拉黑了 对 你来就是为了验证这件事 我大概知道她要说什么 只有她可以轻而易举地踹了我 我不能单方面拉黑她 这就是她怒持的逻辑 薇薇 不愿与她多说什么 我加快脚步上楼 刚才强撑的气势一下子垮下来 我怕她再服个软 我就会劈颠劈颠地回头 洗完澡在床上躺着 刚打开手机就收到一条好友身体 是梁潇潇 一想到这个热情洋溢的姑娘 心情就莫名地好了起来 把几个小猫头像动了动 梁潇潇发来一条消息 四位姐 你到家了吗 我到了 你还好吧 没有淋湿 梁 还好 梁 姐 你觉得我哥怎么样 我 什么怎么样 梁 从评价男人的角度看 我瞥了眼门口的大伞 从客观角度评价了一番 人好心善气质家 梁 我 怎么了 梁 你有没有觉得我哥一点眼熟 这丫头 上次问有没有觉得他眼熟 这次连着他哥哥我也见过不成 既然如此 我也就顺着他的意思印象 我 确实很熟悉 好像在哪见过 梁 你想起来了 那天晚上你喝多了 就是我哥送你回去的 喝多了的那天晚上 不就是录迟生日 我去酒吧买醉那次吗 我 你是 洗手间给我电话装包那个 梁 对啊对啊 就是我 有一瞬间的男为情 被手下的实习生撞见 在酒吧喝到烂醉 还麻烦人家哥哥送回去 许四威 你真的是越回越回去了 我 那天谢谢你们啊 有空请你和你哥吃个饭 梁 好啊好啊 我们这周末就有空 其实我就是客套一下 周末 绿洲餐厅 兄弟二人早到了 趁得我这个东道主 做得不那么称职 通表为眼霄霄身旁 正经微作的男人 我有些惊讶梁锦鱼真的会来 毕竟他看着不像是很闲的样子 雷姐 你不知道那天晚上 你处境多危险 好几个不怀好意的男的 就盯着你呢 我们给你带走的时候 差点跟他们打起来 哥 你说是吧 嗯 你孩子在外面 还是要注意安全 梁锦鱼意味深长的一眼 看得我有些脸热 这种做错事 被家长抓包的感觉 是怎么回事 还有你 胆子肥了 敢一个人去那种地方 梁萧萧心虚的 缩了缩脑袋 哥你就别说了 不是已经训过我了吗 平日无法无天的梁萧萧 此刻一副被拿捏的样子 看得我食忍俊不惊 没来得及受回脸上的笑意 抬头恰好撞击一道 优伸的毛子里 我不自在地 一开视线 专注于眼前的吃食 饭吃到一半 梁萧萧接了个电话 说是毕业论文 出了点状况 得马上赶回学校 吃完再走吧 你们吃吧 导师吉利要论文呢 微微姐 咱们下次再约 看他火急火燎的样子 我也不好再当个他 只得回到餐桌上 跟梁家哥哥大眼瞪小眼 毕竟是我请人家吃饭 也不能半路撂挑子走人不舍 听萧萧说你 也是A大毕业的 你是哪一届的 两人面对面的 一直不说话 会显得很奇怪 我只好僵硬地扯着话题 跟你同届 这笃定的语气 你怎么知道 我是哪一年毕业的 14年毕业于A大经济管理学院 修读人力资源管理 和金融学双学位 是你吗 你看我紧张地 从座位上立起来 梁锦鱼安抚性地 给我整理了一下桌布 漫条丝里的解释道 别担心 我不是变态 只是当时恰好知道 放下刀叉 像是忽然想到 什么有趣的东西 男人眉眼沾染的笑意 狭长的桃花眼微微上挑 沈亿老师的恋爱选修课 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 四年过去了 最美好那段时光 却永远停留在了大学校园里 记忆犹新 当年沈亿老师的恋爱选修课 几乎是所有选修课程里 最火的那门课 选这门课拼的就是手速和网速 记不记得 当时课上老师 让人自愿宣读 写给未来爱人的一封信 怎么不记得 全场没有人举手 只有我傻傻地站起来 当在全班两百多人的面 大声宣读 写给未来爱人的信 那会记天真又无味 一封信洋洒洒洒 写了两页纸 具体内容已经记不太清楚了 总归是天真又肉麻 现在想起来会惊觉 多虎一姑娘啊 如果不是梁锦鱼提起来 我甚至想不起来 自己当初有过这么一段 明媚的青春 所以那会儿捏在那个班上 他憋着笑点头 清冷的气质 如冰山般笑容 让我也忍不住仰起嘴角 气氛好到我一时忘了 与对面这个男人 才见过两次面 梁锦鱼是个很好的倾听着 他暴毙认真听我 回忆着大学往事 不时会恰到好处 抛出几个疑问 引导我继续说下去 等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才发现 居然已经聊了这么多 战术性喝口水 却怎么也无法忽视 头顶那道灼热的视线 走吧 我送你回去 梁锦鱼收回目光 率先去买完单 我不好意思的跟在后面 说好我请客吃饭的 怎么现在有点像 养人的单独约会 下次你请 好 一路上我还在反思 怎么就约上下一次饭局了呢 明明几天前 我们还是走在路上 都认不出来的陌生人 那么梁同学 方便留下联系方式呢 他眯着眼响了一下 报给我一个号码 回去加了一下他微信 奇怪的是 用这个手机号搜出来的联系人 已经躺在我的列表里了 我点进去那个聊天框 只有聊聊几句话 像是刚天家好友时候的互相问候 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 天家的好友 我没有任何印象 梁锦鱼的朋友圈也非常干净 基本上没有任何生活化的内容 只有一些分享的文章 和歌单什么的 我犹豫着发送一条消息过去 你是梁锦鱼 那边回得很快 是 我 咱们什么时候加的好友 鱼 大二时候 我加的你 这种感觉很奇怪 就像是多年前 吐出了一粒西瓜子 在时间和雨水的冲刷下 长出了细细的内芽 有一天走在路边 很讲究技巧 立情故纵被他运用的炉火纯青 但梁锦鱼不一样 他只会把一颗鲜活的赤诚的心脏 捧到你面前 告诉你 这就是我的全部爱意 但偏偏这种直白的表达 又不会让人讨厌 恰到好处 如沐春风 如果换做当初那个勇敢无畏的许思薇 我猜他会毫不犹豫地坠入爱河 但25岁的许思薇不会 他变得小心翼翼 一步一探 我明确跟梁锦鱼说过 现在的我刚结束一段五年的恋情 要重新步入一段感情 很难 他不在意地笑笑 我知道 但在这之前 我不会再给其他人任何机会 转眼我跟陆池分手已有三个月了 7月中旬我生了场大病 人倒在了办公室 从医院醒来的时候 是晚上8点 第一眼看到的是梁锦鱼 他穿着剪裁得体的西装外套 翘腿坐在我床头边上 手里拿着本书 线长浓密的睫毛柔和地垂下来 难得的一副岁月静好的景象 醒了 给你买了粥 给你打的电话 嗯 虽然这声答复不带任何感情 但我就是莫名感觉 他情绪不是太好 谢谢你啊 你要有事的话可以先回去 我已经没事了 这句话说出去 我明显感觉他一下子炸了 手上的书 蹬在床头会上 发出一声不小的声响 徐思维 你还要封闭自己多久 这么折腾自己的身体 你在惩罚谁呢 我背后都有点猛 脾气一下子上来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 他眼中滑过一道失落 沉默半赏 软着声音道歉 对不起 我情绪太激动了 有些后悔 他明明是好意 第二天梁潇潇来看我 我请他帮忙回家 拿点喜欢的衣物 没想到送过来的 还是梁紧 你要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看他还有什么遗漏的 我去给你买 心里忽然有股 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 谢谢 他好像在跟我赌气 往日那双撩人的桃花 眼恨不得 时时刻刻都在放电 但今天却不愿意跟我对视 坏心思的想逗他 少量东西 什么 他还是不看我 生理期用的 思考了片刻 刚才还一本正经的男人耳根子 迅速泛红 我去买 住院第三天 陆陆续续有人来看望我 也不知道是谁传出去的 搞得像是患了什么 了不起的大病似的 万万没想到 我爸妈也过来了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听如如说已住院了 给我们下的呀 我费力从床上坐起来 看着妈妈红透的眼眶解释 你们别担心 我只是太累了 没什么大毛病 你这孩子 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干嘛 为工作把身体搞垮得值得吗 实在不行 咱回老家去你舅舅厂里 当个管理 也够养活你了 很少看到 我爸这么情绪外露的时候 我只好细心安抚着他们 我真没事 医生说多不不营养就好了 孩子 你老实告诉我 是不是陆池那个混小子 让你心里不舒坦 妈 不关他的事 我们已经分手了 微微 我知道你什么事都喜欢 搁心里憋着 但憋久了会出毛病的 你要想哭就哭出来 实在不行 找人打他一顿帮你出气 好不容易安抚住两人 杨锦鱼刚好提着水果进来 帮着给我爸妈安顿好 我妈八卦的性子一下上来了 拉着他问东问西 脸上是掩饰不住的笑容 我无奈服 原来我妈不是单单喜欢陆池 她就是喜欢帅的 杨锦鱼脾气好 问什么答什么 说话有礼貌有分寸 逗得二老喜笑颜开 我竟不知道他还有这么一面 爸妈离开病房后 房间里忽然安静下来 杨锦鱼像是有话要说 看了我两眼 有些欲言又止 有事吗 刚才我在病房外面碰见一个人 应该是你认识的 看他神色复杂的样子 我大概猜到了是谁 但是已经不重要了 在医院住到第五天 我骨头都软了 属实搞不明白 只是体虚晕倒一次医生 怎么就死活不放我回家 脑瓜子猝不及防被弹了一下 别想了 明天再做一个全身体检查 没问题就可以出院了 真的 看梁锦鱼笃定的样子 我心情瞬间好起来 心里盘算着出院之后 吃点什么好吃的 犒劳一下自己的胃 火锅烤肉大盘鸡走起 我问过医生了 饮食上还是得注意 寄辛辣重口味 饮食改善计划破灭 我很不服气 怎么我想什么你都知道 男人哼笑一声 你想什么都写脸上了 我煞有其事地摸摸脸颊 有吗 话说我现在不应该是 喜怒不形于色的女强人形象吗 后面两天 梁锦鱼进出病房越来越频繁 我爸妈都没她待的时间长 我忍不住打去 要不给你加张床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没问题 这不知羞的男人 你工作不忙的吗 他洋装思考了下 温柔淡雅的声线里 喊了一层笑语 现在不忙 等你出院就会忙到飞起 弦外之音我听懂了 心脏开始不规则地跳动起来 一声一声砸在我的耳廓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几天 我好像回到了青春懵懂的那个年纪 很轻易地被他一句话 撩得脸红心跳 大概是这几天被照顾得太好了 我想 出院那天我本来心情不错 奈何冤家路窄 在等电梯的时候 遇见了不该遇见的人 狭小的通间里 我和梁锦鱼 陆池还有陈妍 四个人念念相去 时间真的是个神奇的东西 此时的我 再见到陆池和他身旁女人 第一反应竟不是心痛 而是想到了许多偶像剧中的 狗血思想关系 跟现在一样充满的戏剧性 这是我自高中之后 头一次见到陆池 放在心底多年的白月光 无意它是漂亮的 但跟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 我以为的成言是鲜活明艳的 但眼前这个女人眼里没有光 像一朵鲜艳的玫瑰 被抽去了斑驳的色彩 见到我陆池先是眼神一亮 随即慢慢暗淡下来 神色别扭地抽出 被身边人挽住的手臂 你身体怎么样了 挺好的 我悄悄打量着许久未见的男人 他比之前瘦了不少 脸部轮廓更显得锋利 声音里明显透着疲惫 到底在疲惫什么呢 电梯门开了 有人急着进来 撞到了最后一个出来的陈池 他惊呼一声被露驰户在怀里 这都没什么 我的目光停留在 陈池滑落的袖口处 惊讶地发现 他露出的一截手腕上 遍布着许多触目惊心的伤口 你在想什么 梁锦鱼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才发现自己 从电梯里出来到现在一句话没说 我完全忽略了他的感受 抱歉 在想那个女人 她像是抑郁的症状 嗯 我也猜到了 电梯里的男人是你的前任 而你现在在想 会不会他跟你分手时另有隐情 梁锦鱼说这句话的时候 语气很平静 我看不太清他的表情 但从他握紧方向盘的手来看 绝对没有表面量波澜不惊 不知怎滴 心情忽然明朗起来 我勾起嘴角 对他的猜测不做丝毫便解 是又怎样 车内空气一时间变得逼泽非常 两人都不再说话 我打开车窗 让夏天温柔的晚风吹进来 在呼呼声中补充了一句 并有引擎又怎样 我知道他听见了 夜晚的霓虹透过玻璃 映在他精致的面容上 像是镀了一层柔和的光 车子开到小区楼下 推了推车门 没动 看向身侧的男人 他也目光灼灼地盯着我 眼睛里有情绪翻涌 四目相对我竟然有些紧张 夏季清凉的晚风 都掩盖不了 车内逐渐上升的温度 男人猴姐滚动一下 像是有话要说 但最终还是咽了下去 早点休息 心中空落落的 我不知道在期待什么 一直到洗完澡 闭眼躺在床上我都在想 他要说什么呢 大概率能猜到是 袒露心意的一些话 如果换作半个月前 我想是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但是如今呢 他可以轻易影响到我的情绪 一句话就让我心跳加速 彻夜难眠 这是爱情吗 我不确定 甚至我潜意识里并不愿意 相信自己可以这么轻易地 爱上一个人 刚从一个火坑跳出来 就要进入下一段 不知深浅的爱情一贯 是的 我退缩了 尽管我知道这对他很不公平 接下来的日子 我有意躲着梁锦鱼 故意冷淡他的消息 挫着下班点回家 徐思威 身后一声咬牙切齿的叫喊 给我吓一跳 探亲人影后 我想装作 没听见加快步子往家里走 不想被一只精壮的手臂 堵得去路 梁锦鱼滚烫的身体 越闭越近 直到将我堵在楼道口的墙上 现在的距离 足够我耳红脸热心跳加速 我也确实没出息地 从耳后跟红到了脖子 但是还不够 几天不见的男人气息 越发夺人心祸 桃花眼危险地眯了起来 我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 男人就脸慢慢在眼前放大 粗重地呼吸一点点靠近 最后在距离我嘴唇 不过半寸的地方停住 耳旁传来一声哼笑 你闭什么眼 在期待什么呢 干 耍我 气不过恼羞成怒地推开他 他却笑得更加灿烂 承认吧 许思威 你喜欢我 我不愿作答 气急败坏地往楼上走 梁锦鱼在身后紧跟不舍 你跟着我干什么 他心情很好的挑眉 不请我上去坐坐 轻叹口气 逃避总归不是办法 我的军事很小 梁锦鱼高大的身材 往沙发一坐 就显得空间有些拥挤 喝点什么 摆开水就行 我去给你洗个苹果 不用 我想起来衣服 好像没收 许思威 手腕被紧紧握住 等等 等我一下 我正开他的手臂 一咕噜跑到厨房 开了瓶红酒 见我拿着酒杯出来 梁锦鱼直接落了 就这点出息 沙发上的男人双手 随意搭在沙发靠背上 一副金贵公子的模样 比我这个主人家还要自在 我不得不在他对面坐下来 聊什么 他忽然轻笑一声 许思威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你是这么个鸵鸟性格 当初那股好勇囊 我终于泄气 抬起头直直地看向他 你也说了 那是当初 梁锦鱼最初喜欢的是 19岁的许思威 是一遍一遍 在心里描摹幻想出来的许思威 不是现在这个胆想落落的我 这样想着心里有些堵得慌 闷了两口红酒 回过神来 手上的高脚杯被夺走 梁锦鱼扶正我的肩膀 逼着我跟他对视 你相信一件钟情吗 他漆黑发亮的眼眸 紧紧射住我的视线 像是能够透过这层皮脑 洞窜我的三魂气魄 承受不住如此灼热的目光 我闪躲离开视线 不信 我也不信 世上所有的一见钟情 都是源于相处之后的灵魂契合 到回去才有了当初的一见钟情 话音顿了顿 他继续说道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语言 大脑 回忆 和尔蒙通通都会作假 但有一样东西不会 这位 一只手被握着触上他滚烫的胸口 感受心脏击打的力度 我永远相信内心的感觉 他叫嚣着靠近你 了解你 得到你 为你的喜怒哀乐 一平一笑 千神动魄 说起来很奇怪 遇到你之前 这里空荡荡的 遇到你之后 这里再也容不下别人 温润的嗓音 配上着动人的情话 一字一句娓娓道来 记得我头皮发麻 思绪乱成一片 很多年后 我总能想起这场景 客厅暖黄色的灯光下 有个天神一样的男人 坐在浅棕色的沙发上 娓娓叙说着 他对我赤诚的爱意 而彼时的我 在酒精的作用下 红了眼眶 心脏疯狂地为他跳动 那天我说不确定 这是不是爱情 此刻我可以肯定 我爱上他了 我爱上梁景鱼了 几乎想要立刻 吻上他鲜红的嘴唇 事实上 我也这么做了 剩下的话 被吞没在一个 蝉蝉翡翠的纹里 梁景鱼从开始的正愣过后 话被动为主动 紧紧扣住我的后脑勺 胡乱加深这个纹 半想 二人喘着粗气相视一笑 他眼睛亮晶晶湿漉漉的 染上情欲的眼尾 泛着勾人的颜色 我忍不住去勾他的衣领 男人喉解滚动一下 制住我作乱的手 压抑不住欲望的 声音低沉又性感 你想好了吗 我点头 没罪 再点头 你真的 剩下的话被我打断 你话太多了 梁景鱼 我双臂勾住他的脖子 堵住还在喋喋不休的嘴巴 纯半眼膜间 我仿佛听见了 冰雪骁龙春花盛开的声音 突然想起 陆池来找我那天 我在楼下面馆 给梁大少爷调他碗里的葱花 可以了 吃吧 在一起之后 我才发现梁景鱼的少爷脾气 吃饭的餐具要用热水烫了才用 不吃猪肉牛肉鱼肉之外的任何肉类 见了有点子的衣服 绝对不会再穿 现在嫌弃 已经来不及了 他美滋滋地接过碗里的拉面 余光扫道 什么忽然脸色一变 我顺着视线看过去 是那辆我曾经坐着上下班 无数次的奥迪A3 堵在街区路口久久不动 后面车辆不停的铭地催促着 我随意朝车窗内瞟了眼 与一道十字般的目光对了个正乎 耳边传来一声冷哼 我收回视线 好笑地看着他 怎么了 这家店不好吃 嗯 我也觉得不好吃 但换一家 吃完饭 我们顺路去江边大桥上转了一圈 凉风徐徐 吹得我心情舒畅 手机里有几个未接来电 是个陌生号码 我已经没管 江边还有散步的其他人 有年迈的夫妻 初高中的小情侣 可不停打闹的小朋友 天边突然有烟花升起 炸裂 绚烂的色彩不满整个夜空 大家一阵惊呼 气氛实在太好 我勾着身边人的手指 缓缓驻足 忍不住转头看他 男人勾成轻笑一声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偷看我 梁锦鱼 我现在好幸福 叫我的手指紧了紧 烟花在他清澈的瞳孔中绽放 我们可以一直幸福下去 一番腻歪之后 回到家已经十点了 两人心照不轩地刻意忽略掉 折服在小区门口的那辆黑色奥迪 云晨十二点多 我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 迷迷糊糊拿起手机 有些意外 是鹿池妈妈 怕吵醒梁锦鱼 我轻手轻脚地爬起来 去阳台接电话 伯母 鹿妈妈语气有些着急 薇薇 你看见鹿池了吗 她在不在你呢 从窗口往下望去 正好可以看见 那辆黑色奥迪隐没在寂静的夜中 她 怎么了 她这几天状态不好 给她打电话也不接 我担心她出事 心中莫名烦躁 却也只能压着怒气 安抚电话那头担忧的母亲 伯母 你别着急 我帮你问问 挂断电话 我沉默着在窗前站了两分钟 一转身发现不知什么时候 梁锦鱼已经醒了 脸上表情很平静 吵醒你了 她摇头 你去吧 我在这等你 内心瞬间柔软成一片 我就着月色抱紧买人的 金状的腰身 头埋在她胸膛撒娇 不去 等会让陆伯母给她弄回去 去吧 我怕你会后悔 她慢慢扳开我的手臂 认真注视着我的脸庞 眼底的真诚让人心疼 我随意披了件 梁锦鱼的大衣就下楼了 一眼就看见 坐在花坛边上的陆池 我蹲下脚步 忽然想起那天 我也是这样 坐在圆哥会所外面的花坛上 极致的梁意 从脚底伸到心头 扫了眼满地的烟头 说不动容是假的 你什么学会抽烟了 陆池终于抬头看我 木光在触到我身上的大衣之后 又瞬间缩回去 你走之后 我叹了口气 沉默片刻 回去吧 陆伯母担心你 许思威 你就不想知道为什么吗 不想 她无视我的拒绝 自顾自地说着 被烟草浸润的嗓音干涩阴雅 有些语无伦次 陈炎生病了 抑郁症加精神分裂 能救她的 只有她记忆中的路七 只有我 她的病我也有责任 我不知道当年 她是被我妈一手赶去美国的 看到她身上那些疤痕的时候 我每天都在害怕 我怕一个人真的因为我死去 说这话的时候 陆池眼眶空红 情绪很激动 但是莫名的我心中 并没有任何波澜 你要帮她 你要当她的救世主 你要为自己赎罪 那你做到了呀 来这里干什么 我后悔了 我见不得你跟别人在一起 见不得你坐别人的车 给她挑葱叶 都要被气笑了 陆池 你是不是太自我了 世界都在围着你转吗 空气有一瞬间的沉默 对不起 忽然就是怀了 能让陆池这样的天之骄子 说出这声对不起已经足够了 是释怀不是原谅 陆池 你永远都不会懂 我要的是从始至终的坚定选择 而不是你施舍的爱 好好对陈小姐吧 别让我瞧不你 说完这句话 我无视身后悲伤的目光 大步向楼上走去 我的男孩还在等我